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出来买点菜 这两天的菜基本上在杭州都是通过河马来解决的 外送 但是外送里面的菜都是要抢 基本上你中午快下单就没有了 所以每天晚上12点要蹲守在APP上抢菜 我从来没有想过豆芽和豆腐是这么难抢的东西 已经连续抢了三个晚上都没有抢到 所以我今天准备带上我的所有装备 其实我的小牛 然后到这个河马的实体店进行购买 后面这红色的房子就是河马的一个实体店 应该今天的实体店会比较空 然后刚才我去小牛过来路上 看到路边也是蛮空的路上没什么人 就很少看到这么空闲的杭州了 然后的话等会我会去买些菜 然后再去买一些咖啡或者奶茶 看看有没有什么店开门 反正基本上这两天吃饭都得靠自己 我也不知道这个状况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今天是2月3号的话 其实已经有很多这个公司已经开始在线办公了 然后可能地铁上也会慢慢有人坐车 或者坐高铁回到杭州 然后每个小区门口都很严格的安检 所以应该还会比较安全 好了 我要进去买菜 然后给你们看看杭州物价 其实这两天物价还算可以的 比较正常 我现在在的是杭州的文一路的宋江村公交站这边 然后这边也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老社区的 里面有两个商场 这边一个大象城 这边一个 这叫什么来着 物美超市这边 然后可以看到现在开着的话只有星巴克 屈城市 然后那边一个老娘舅 有吃饭和喝咖啡的地方开着 像可口奶茶都已经关掉了 然后这个门进去 就是等会我要去的河马的这个商场 路上可以看到只有一小拨人在这走 然后路面上的车公交都还蛮少的 这个地方要知道平时可是非常非常堵的地方 反正去城市的口罩回去后也都已经烂完了 然后这边星巴克还开着门 我刚看上面告诉上写的是 要戴口罩和穿梁体温才可以进去喝咖啡 我暂时先不进去了 我要先去河马 现在商场是非常的空 河马这边 我刚看了一下 豆腐还是有的 还有很多打折的呢 然后看看我要买的东西还有没有呢 这家河马比于 并和边上这家河马 东西要多一点 我的河马 河马的采购部分就结束了 这边的青菜豆腐是有的 然后买了点别的知识什么东西 重点是这边的河马 既然买单的时候可以每人领一个口罩 在现在口罩这么珍贵的时刻 还是不错的吧 刚刚看有个人一拿拿了五六个 然后就被工作人员制止了 就算是今天够的一个惊喜吧 我准备要去下一个赛场 看一下我的豆芽能不能买到 好了 让我们下一个赛场见 现在到了远洋乐地港 这也是我平时经常来的一个大综合体 远洋的话 连星巴克都关掉了 地生客也没有开 整个商场都是封闭的 现在来这个商场感觉有种来路跑难的感觉 整个商场都被我承包了 然后这边的话只有一个永会超市开门的 所以我要到永会超市来寻找一下我的豆芽 还有我的排骨之类的别的菜吧 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完全没有人的上榜是什么样子 自他开张以来 这是我的第一次看到商场关闭后的样子 好了 我的采购这里结束了 我的豆芽还是没有早到 千万万了这个永会超市也没有 然后刚刚本来想去这边的春山茶室买杯奶茶的 这种还挺好喝的台式奶茶 然后这边的保安不让我进去 他问我是外卖还是客人 我说我是客人 然后我说刚超市出来想买杯奶茶 到时候现在只能点完卖 这个客人是不让进这个商场的区域的 好了 切菜了 喝不了了 好了 那这期Vlog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